怕巴不得爸爸還是巴不得媽媽 當時溫娜姐 伊莎姐 就幫她做一個體身 就是要在樓梯咬柴 錄下來 多謝溫娜姐 她是有同學合照 然後看到她放在微博 她說辛苦這位小演員 在樓梯咬柴 拍《寒山潛龍》 因為我現在是功夫人 我們會有多話題說 很好她還記得我 知道我們有合作《寒山潛龍》 我繼續在彭彭姐學習功夫 所以有點淵源 她介紹監製 我可以動過 然後進去做一個警察的角色 所以很感謝她 但這部劇很搞笑 第一天開工 我在拍攝時滑倒 因為我們要追一個犯人 在車房裡 她有一些輪胎 有些機油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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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要監製在這裏 我自己的心會覺得 慘了 嘉蓮介紹我進入這部劇 監製又在這裏見到我線親 會不會想些什麼呢 拍《爸爸》還是《爸爸》 《媽媽》 當時汪娜姐 Lisa姐 就幫她做一個提神 就是要在樓梯咬柴 然後滑倒下來 就要做一個 就找了我去做提神 但其實那時候 我們 怎樣說呢 很少在拍攝時認真做 如果我們在《功夫新鮮》裡 接受訓練的話 我們是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可能模擬樓梯 也有學過滑倒下來 但到拍攝時 那條樓梯 你不能改的 她的樣子就是這樣 也會擔心自己做得不好 始終不是很熟悉 要拍攝提神動作 不過那天很順利 就拍攝了 也很感謝汪娜姐 她是有跟我合照 看到她放在微博 她說辛苦這位小演員 《鐵馬戰車》 我們本來希望 我們有個電彈車牌 我真的跑去考 但誰知道 路士很難 肥了龍 幸好拍攝時 真的不需要我們開 這部劇是我第一次上到Poster 然後我會很感謝監製陳耀傳 他給了這個機會 實現了一個小願望 因為我自己的心態在公司做 是希望有人名角色表 再上Poster 希望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感情戰 第二個目標就是要有三國關係 請問踩著 請你指定 這一題 請你指定 指定 指定